進來就是一個懸崗位 一字形的廚房 工作桌面不大 配置就五臟俱全 基本上所有東西都齊齊了 下飯廳長型的這邊就是飯廳 拉出去就可以走出去 一個比較大的露台 而這個露台景我比較喜歡 就可以順住這個公園 看出去有里原門的出口 還可以看到郵輪 看到港島東 是非常之闊的 而前面就是最貴的樓 五萬多元尺或者七萬八尺的天曬海 我們是跟他對望的 所以我們在勾他的樣貌 你可以看到整個下飯廳很大 然後樓底就正常高度 這裡就是一個客廳 基本上配置在家裡 它的鏡面就收納涼度多 然後這裡就是淋浴 空間都夠大 我肥一點 仍然可以充到涼 這裡就是一間小的睡房 進來就是一間大的主人房 大的主人房 就有大的落地玻璃窗 還有一個渣海景 完美 像這間兩房 你猜吧 在賣幾千元 看這間兩房的開放式廚房 進來就有小圓光位 然後一個L型的廚房 整個廚房的桌面其實挺大的 以兩房開放式來說 用起來都挺輕鬆 而且它有些挺漂亮的收納物 可以擁抱 所有家庭都有陷入式 那廳就夠闊的 外連一個比較方正的露台 基本上看出去就是一個一線天的海景 還有這裡會看到港島東的海景 但是將來會起寫字樓 又沒有海 還有這裡又有一個縫海景 挺不錯的 所以它比較扯風 整個廳的闊度就挺漂亮的 然後進來這裡就是一個浴室 有個睡房 主人房 主人房都是一線大桌 看回郵輪海 挺漂亮的 但是將來這個海 就會被酒店擋了 這件事也是一萬八千元 你覺得發射箱有沒有迷貴到 任何有的圓光位 這裡有一個轉角的L型廚桌 然後就長延的廳 這邊就有一個闊的露台 看出去就看回那邊的海景 真是一條垃圾 這裡基本上是放置飯桌 沙發電視 進來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也是有一個 辣海景 像這個辣海景 和五萬多元 七萬多元的赤價的海景 其實有點類似 我們賣的錢 一萬八千多元 這裡就有一個主人浴室 你會看到 浴室是相當皮膩 空間上也不錯 而且有窗 像這些單位就上車 投資都可以 你覺得一點 這間就一房 入門就有個圓光位 再前一點就有一個長型廳 外連一個露台 露台就挺大的 然後這邊就看出去就看回 中央公園 這邊就看回啟德城中心的海景 看著獅子沙 挺漂亮的 還有露台也夠大 用烏門 擺位都挺方正的 唯一缺點就是廚房 雖然YELLO型 但工作桌面真的小 小到極致 然後這裡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的窗就略為小 但看出去的景觀都算不錯 浴室比較淺口 挺好用的 它做了壁鞍 還有有窗 像這些單位說的 六百多萬元 你覺得值不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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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